敲開季職新道路 北市開創新里程 季職能力是台灣很重要的實力 台北市政府今年首度舉辦 首都杯國際技能競賽 5月21號到23號在南港高宮舉辦 邀請9個國家共20支隊伍 國內外季職好手一同切磋 競賽將分7個職業 彰顯北市對季職教育的重視 其實這個想法早在我當時競選市場的時候 到去年我們一上任 就非常希望 不只是讓我們在台灣優秀 技術體系的同學 能夠展現各位的實力 讓世界看到 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 首都杯國際技能競賽 能夠跟國際接軌 能夠去學習國際 他們優秀的地方 他們的場所能夠彼此之間交流 學習 接近 創造雙舞 所以我一直很強調 為什麼要辦首都杯國際技能競賽 我想不只是全國 我們希望跟國際這些好手一起切磋 有很重要的兩個理念 第一個 其實我認為台灣很重要的實力 就是在我們的 技術教育體系所培養出來的人才 剛看到這個影片其實 非常的感動 這幾個畫面看到我們這些優秀的 我們的技術同學 不管在哪一個領域裡面 大家其實是不斷推動台灣很多產業 往前邁進 能夠在世界上發光發熱 很重要的動力跟基礎 所以希望不斷地加強我們的機制教育 絕對不只是嘴巴上說說而已 實際的行動 讓孩子們 讓優秀的人才與國際交流 第二 我認為投資我們的下一代 就是投資台北的未來 所以在很多市政推動上面 我常常跟教育局溝通討論 我們願意花很多的時間、精力、預算 在很多教育政策的推動上 而加強並且強化我們的機制教育 是很重要的一環 也因此 我們在今年即將成立機制教育科 我們希望由一個專責 主責的單位全面推動機制教育 希望能夠不只是改善 相關實習的場域 加強產業的合作 我想 這些我們都可以全面來推動 另一方面 在從去年到今年 我陸陸續續參加了很多 我們高級 學校所成立的 技術教學中心 目前11間 我參與的 我了解的就包括 像自動化 空調 節能 還有IoT 機器人 電動車 還有包括 大恩高工 我去參加是全國首創 科技創新的 技術教學中心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能夠大力地培養 我們非常優秀 具有台灣實力 根據競爭力的 技職 人才 所以很高興 我們在5月21-24號 將邀請 來自世界各地 各個國家 優秀的好手 跟我們的國首一起 同場競技 以技會友 我了解就包括有法國 日本 韓國 印度 還有 印尼 阿國聯合大公國等等 我想 不只是讓我優秀的同學 展現他們的技能 更重要 我希望能夠跟國際這些優秀的人才 也培養好的情誼 未來 同學們畢業之後 進入職場 或進入產業 還是可以維持這份關係 讓台灣可以跟國際這些優秀的好手 未來他們也可能到過 這些大的企業 大的產業 那我們持續地交流合作 我想讓台灣相關的產業 能夠持續地往前邁進 競賽規劃冷凍空調 冷座 造園景觀 電子 商務軟體設計 工業機械及汽車板金 七個不同領域的職類 教諸第一名選手 可以獲得20萬元 第二名10萬元 第三名6萬元 這個活動 應該是講國國第一次正式辦理的 國際技能邀請賽 所以我們在1993年 包括國際技能競賽 但是 這種國際邀請賽是我們第一次 這也是創紀錄的第一次 所以 在這裡除了表達 我們敬佩跟感謝之外 有點遺憾 要是找40年辦就好 因為40年前不只從大安高峰 板金給我畢業 我也是國手 就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的選手要好好珍惜這樣的一個機會 能夠跟世界各國的一個好手 一同同場競技 展現我們的技能 我想 台灣的技職教育 在國際上也是算是非常有名的 尤其我們台北市是首善之都 我們在技職教育方面努力 要能夠透過這一次的競賽 能夠讓世界 這些國家了解到 我們技職教育的一個成果 最後 代表我們所有選手跟裁判 要感謝我們兩岡高峰 劉美會校長這邊 劉下長的辦事真的是拼命散狼 我們的賴群組 每天校長會PO很多的一個資訊 對警迫丁人 對每一個裁判 和警迫丁人相關的資料等等 也很努力的 邀請到我們很多的企業界的朋友 來贊助這一次的活動 那我們希望 這只是第一屆 也是一個起頭 我們這一次辦七個職類 那我們希望下次能夠辦更多的職類 讓更多的選手 更多國家的好手 能夠到我們台北來同場競技 競賽活動獲得了豐富資源譽助 有49家科大及企業支持 贊助或借用相關機具設備與材料 獎金價值超過700萬元 展現台灣企業界對選手的支持與重視 記者翁軍 台北報導 好 來請露出燦爛的笑容 看一下我們正前方 來賓 這樣子 這麼詳細的 他們 責任